Ryo聊4Z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哥德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長生之處 這場不是阿拉伯 這場的話長生之處特別是一開始就有木牆 這個木牆可以讓前期防守來說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你對於阿拉伯不會圍家的話 打長生之處的話可能會更適合你 兩邊的話都是一樣 都是像這樣子圍起來的 那果樹跟金礦都在裡面 那比較特別的是鹿會在外面 所以有些人會這樣子把羊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把鹿趕進來 哇這個操作量非常巨大 看很多人都會把羊卡在這裡 然後把鹿趕進來 這個算是長生之處的一個小小細節的玩法 因為鹿碰到這個城牆 它是不會往... 城牆是不會開門的 你一定要用的羊去把門打開 然後再用的刺猴 再把這個鹿趕進去 這個操作量非常的大 而且...我覺得蠻難的啦 我自己操作一次之後覺得 我能趕到一兩隻就很不錯了 因為有時候你趕太慢的話 對手的棒棒就過來敲你的... 這個...木牆了 或是直接來封劍插你的...牆 反正就是很容易被弄爆 然後像... 他像也是這樣子跟我一樣 他的畫面跟我很像 就是路會趕不進去喔 那他這裡其實還有一個小技巧 這個鹿趕進去之後 趕快再把這個城門放下來 這個鹿就會被卡在這裡喔 還蠻酷的 然後你待會要趕的話 就可以從這裡直接趕 就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這邊是有稍微卡住的喔 如果不卡住的話 他會繼續移動動來動去的 哇...這個... 這位哥勒玩家細節做得非常好耶 我們來看如果你要把這個路趕的話 那就是要... 要去用一隻村民射他一下 那要回歸一下那個奔跑模式 然後再去用你的刺頭去趕他 不然這樣子... 刺頭是沒辦法推動他的 在這邊動了一下 看一下 那邊看看 他不繼續走回去了 這時候你是... 沒辦法用刺頭去趕他的喔 他完全無視刺頭 所以一定要用村民去射一下 但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控制這個羊來開城門 所以這個沒辦法繼續卡 那這邊...沒辦法 這個小細節有點操作不來喔 如果再來是viper的話 可能再拉一隻雷 直接來這邊 再...卡一下城門 呃... 或是直接拉村民喔 直接拉個三隻 然後村民去射死他 然後直接吃掉就好了 超多量讓自己變小一點 不一定要每一隻真的都要趕到提示一下 雖然這樣是最好啦 但也可以同時省去蠻多的那個... 趕入的時間喔 你的刺猴就可以去做探索 可以做更多事情 那這邊長生之所 最近大的打法都是這樣子 就是用... 明陽開城門 然後四隻鹿全部吃完 算是比較標準的一個打法 但有時候看viper他這樣打 他不會這樣子趕入了 他反而是... 他有時候想要封劍打... 卡公公的時候 長生之處打公公 然後他就會直接拉四村 然後蓋魔法 直接吃 然後就趕入了 這也是個選擇喔 當然就是每個人的選擇 打法都不同 所以也沒有一定的對錯 但我覺得... 這樣子算是比較厲害一點 用這個羊去開這個城門 然後來... 把毒趕回來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操作量實在是太大了 雖然viper的操作量也是很厲害 就是他手速很快 但他也不一定... 也會像他們這樣子趕 偶爾還是會... 插個魔防去吃 這也是蠻多高手 不解viper為什麼這樣做的一件事情 那viper他有說到 他說與其在那邊趕入 如果他要打這個戰術的話 不如趕快把刺頭去探視野 好 先掌握一下對手的資源狀況 然後再決定要進攻哪一邊這樣子 那也可以藉此提高他的勝率 我覺得這也算是講得蠻中肯喔 畢竟... 如果真的要打這種戰術的話 提早去偵察來說 確實是比較好的 先看一下對方資源點在那裡 然後順便可以去騷擾一下 都可以 好 那這邊... 一個高打滴 刺頭要送掉囉 這個血量有點輸囉 一個23滴 一個15滴 哇 這哥德爾在日本人面前 第一戰就先打輸啦 然後這邊村民出發了 該不會也是要來塔公共吧 那這邊日本確實路趕得比較快 然後可以提倒出來 偵察一下 看一下對手的家裡狀況 那這邊看一下... 看一下視野 那這邊目前... 視野是什麼都看不到的 連果樹的位置都看不到 連主晶在哪裡也不知道 這邊日本是一個... 盲塔 完全不知道塔藍的位置喔 但是這邊看到石頭了 這邊有視野了 那這邊看到石頭確認過位置 眼神確認過 石頭在這裡 來插一個極限塔的位置喔 這個有經過機密計算的 因為如果他生異攻的話 這個劍塔就可以射到這邊挖石頭村 就剛好可以鎖到石頭 那這個... 日本也算是... 細節做到... 十足的一個歪玩家 那這場應該有得看喔 但... 哇...他這邊... 蓋這個位置就要敵掉了 這個不行了 然後一定要塔這個位置喔 但他塔這個位置又很尷尬 等他生異攻了有沒有 好...就可以射到這個位置 那這塊石頭依依就不能挖了 那他要去尋求... 外面的野石了 那外面的野石的話... 我看一下在哪裡... 在這裡喔... 還算是後方的位置喔 那張哥的感覺... 還有機會可以打 好...那這邊打了一個洞進來 好...房子... 敲兩個 好...這邊劍塔蓋好 好...開始來射這邊的... 蓋劍塔的村民 這邊只進去一村而已 喔...這不是村民耶 這是... 弓箭手 用弓箭手來增加劍塔的傷害 這就是... 競技場最常用的塔弓拱戰術 但長生之所以也是滿長線的喔 這招打法 但我覺得這邊日本好像拉太多村了 五村有點... 太過頭了 因為...其實只要四村的話 攻擊力劍塔就會達到最高值 好...不用拉到五村啦 好...讓他五村有點...過多了 但有可能他是想要... 最高傷害同時 然後又可以再用一隻村民去蓋... 射線場 或者是... 前置馬舅BK之類的想法 好...這可能都是有的 那...高手的思維... 有時候我們就只能去猜測喔 也不能說他這樣是不好 只能說有其他選擇 但他沒有這樣選擇而已喔 畢竟人家的分數也是... 比我們高的 好...我們不用太去多... 講這些高手打得不好啊還是怎麼樣的 但是每個人都選擇不同的問題 好... 那這邊很大量的村民都殘血了 這邊村民來修一下這個劍塔 哇...這個修很快 但是對手... 哥德這邊已經用了四隻弓兵喔 四隻弓兵出來這個劍塔上就已經緊繃了 那這邊的話 日本人還是要繼續花五村在裡面 那就代表說 日本這邊一直在掃五村的村民在採集 那就代表說 日本的經濟一定會比哥德爾還要慘 那如果哥德爾真的想要守住這一波的話 可能會這邊再下個劍塔 那這樣會比較好守一點 兩隻劍塔 然後全部都有攻擊手在裡面的情況下 那這邊劍塔對的話會比較輕鬆一點 但目前哥德爾沒有打算這樣做 因為他並沒有想要挖石頭跟對方...對決 那這個劍塔可能也打算是射完就停了 就沒有想要再繼續...修的意思 那這邊哥德爾是屬於打一個... 想要高速直撐的一個想法 但是這邊都被破下點下一擊射 那小公要去做騷擾 那石頭到底要不要挖呢 如果不挖石頭的話 這邊防守可能會有問題喔 問題會蠻大的喔 這邊一個全套村民開始敲這個房子 這邊小公直接出發物理家裡了 直接要去騷擾日本的家裡 蠻有想法的 那前面就打這麼兇 好像有點... 我有點看不太懂了 可能我分段太低了喔 只有1550分 真的是看不太懂 這邊到底... 這個哥德爾的選擇到底是好還是壞喔 我根本看不太懂 可能是好吧 但也不好說 因為... 畢竟人家日本只要插了劍塔 這個小公基本上也是熟得輕而易卷 輕輕鬆鬆 那這邊插進來的話 這裡幾片田會不能開始採喔 如果是更慘插 插到這邊深插的話 這邊金礦又會鬧得到 那這邊的話 也有幾片田有可能會... 失守 所以我不確定這邊 小公出去是不是一個好選擇喔 那這邊日本也是插得蠻保守的 他有盡量在這個小公的射程範圍內喔 後面這根基塔範圍內 好彈小公在那邊射 頂多是到這裡喔 然後這邊是極限射 這個都有稍微仔細算過一下的 但目前來說 日本來說這邊是打的非常非常安全 我覺得還不錯 我蠻喜歡日本的style 好 那這邊日本人確實也看到 小公之後補下了個劍塔 這個劍塔沒有蓋完 直接放棄低調 省石頭 想要來再補個劍塔 再補個劍塔 然後這邊已經算到小公的射程 只能射到這個劍塔 那這邊有點危險 這個要控一下 趕快躲劍塔 對對對 因為小公的射程只能到這裡喔 所以他這邊是一個極限 蓋劍塔的一個距離 那這邊看起來這個劍塔是沒問題了 好這個再起來 來 真的要超金礦了 哇 你只出小公這樣守得住啊 那哥德爾已經率先 點下了城堡十代了 那日本這邊肉量明顯很不足 那這邊田撒的有點慢 這邊田連一圈田都沒有 所以這邊日本升級可能會有點問題 那本來日本這邊就已經少了五春在採資源了 所以這邊經濟會塔也是摸基隆的事情 欸這邊是不是有洞啊 好像有 好但是沒有關係 在日本這邊補下了一個劍塔 也是守得輕輕鬆鬆如魚得水 哇這邊還有個洞啊 哇這裡的洞是不是太多啊 哇真是漏洞帝國欸 哇這邊直接補一個城門是什麼意思 哇日本這邊操作有點看不太懂了 有必要補到城門嗎 這有點怪的 好那這邊補下一些防災前線 好來當一個城牆使用 所以補下自己的人口 雖然自己的人口並沒有卡村的一個狀況 但還是妥妥的慢慢打 好目前村民宿日本這邊是三村 那哥德爾人這邊是三十八村 村民落後原因是因為這邊已經點下城堡十代 所以TC沒有在運作產村民 所以村民宿自然是會輸的 好這邊小宮看到了嗎 你應該有看到他在敲吧 沒有他只是在巡邏而已喔 不是巡邏他只是在跟這邊的兵潰 剛好路過 哇那前面這邊三隻小宮過來想要解 有機會嗎 但是這邊是箭塔的射城 哇要死了 倒一隻 兩隻 哇沒有辦法射不到 好那這邊哥德爾人第一時間開一下BK 那TC要開嗎 還是要開 但是沒有石頭 雖然他們有先挖石頭的關係 所以這邊TC開的會稍微慢一點點 好那這邊箭塔蓋好 好這些田也不能採了 直接插到三片田喔 原本來說三片了 四片如果這個也算句話就四片了 哇那這邊插到四片田就有點算了喔 四片田是多少啊 算一下 十六四二四 兩百四十怒 算爛了 好這邊已經升到奴兵 那這邊箭塔趕快補下囉 這個牆要是射爆太快的話 這種會爆炸喔 好但是這邊想要來賭這個石牆 但有點危險喔 好還是要來蓋一下 他一離開就要來補一下 不然這個一進來就BBQ了 然後家裡補下一個TC 那應該現在目前是二TC開局 然後先來吃人投車 因為這邊要出BK然後投車 木材可能會吃緊一點 那這邊蓋下了城鎮中心 再點下來了輪軸技術 哇 哥德爾這邊輪軸下得非常早 算是很不錯的一個下的實際點 那這樣經濟來說的話 一定會比日本好一些的 來城堡時代可能會有點優勢喔 哥德爾 好那就看一下 看一下日本這邊上城堡 塔攻結束之後 後續會做什麼樣的處理呢 這邊是補下了馬舊跟BK 工程技製造所 看來是要來用個騎士加頭車的一個 打法 因為對方已知已經出頭車 欸頭車還沒出現 已知對方是打奴賓喔 出頭車也算是不錯的選擇 那這邊奴賓 而且騎士在城出來說的話 給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然後這邊日本想要把家裡圍死 這邊還是在圍 那這裡有兩隻天空熊 村民剛剛還是會遇到 好那這邊 哥德爾直接存了三台頭車 然後直接開閘 太無情了 三台頭車怎麼解 好日本這邊直接砸一下 唉唷 互換 哇細節細節 好繼續砸繼續砸 但這個劍塔看起來是要修不起來了 直接掉了一個 好那這邊 日本底下的一擊一防 可能待會這邊騎士出來 又來硬拆這邊投車了 趕快趕快趕快 這邊後面弓箭手 已經看到騎士出發了 然後直接 圍了三個房子 哇這邊哥德爾的反應速度 非常的快 這個對應 我覺得蠻妙的 有料 好那這邊 兩台投車 看要不要來投一下 這邊騎士呢 還是不要呢 直接把這裡維持還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因為畢竟奴兵 主力單位還是在外面的 沒有回到家裡 那這邊又拉一村過來 不知道想要幹嘛 好 像哥德爾的家裡 看起來非常的擁擠喔 有一半已經被日本 給奪取掉了 就是這頭車 唉唷 看到村民 那地上的TC 哥德爾把TC蓋在左邊的位置 那日本人首先是開下了2TC 那3TC還沒有開出來 那這時候輪走技術也好了 日本來說輪走沒有輸太多 那經濟應該也不會太虧一點 但村民術的話 一定是哥德爾先領先一點點 畢竟人家日本 這邊一開始浪費了五川 在前面沒有踩資源 經濟還是有傷到一點 好 這邊十隻奴兵 要不要空下呢 頭車要來了 唉唷 找一把 唉唷 倒光 腿哥全倒 唉唷 就真的全倒了 哇這個頭車價值連城 直接10KILL 直接賺了450金 250木頭 賺爛了賺爛了 哇日本這個頭車價值連城 然後這邊正面看起來打不下了 日本要轉移陣地了嗎 這個城堡的話可以輕鬆剪掉這兩隻箭塔 這個頭車也沒必要冒風險去拆這個箭塔 隨意拆一拆就好 不然還是有可能會被日本這邊投到 但是這邊有 城堡的射程喔 如果要去投這個頭車是會有風險的喔 如果是我就去投了 然後我就送到頭車了 通常是這樣子 日本這邊也很清楚喔 這邊去打這邊頭車是有 防止這些是有危險的 並沒有去拆 運命頭車的一個動作 好這邊奴兵又再度被抓 欸這個不要投吧 這個投下去的騎士 唉唷好險他有在空耶 不然走到這邊應該是會投下去的 把這個日本小細節都有處理到的感覺 還行 哇這邊投車找到一村 日本現在領先了六村 大敵六村喔 村民術其實 有小贏一點點 好 哥德這邊補下了兩個軍營 要來升重裝 欸不是重裝喔 這邊出哥德護衛隊 但是 但是這個應該也是要出槍兵啦 剛剛有看到槍兵升級喔 確實有按下槍兵了 哥德護衛隊打騎士是打不贏的阿 所以他剛剛出哥德護衛隊 我有點認了一下 欸這個是想幹嘛的 好看了一下應該 這隻哥德護衛隊應該是要來正面打這些村民的阿 劍塔裡的 好那3TC已經開一下 石頭也開始挖 兩邊都算是一個開農的狀態 都沒有打一個大城堡的感覺喔 好那日本頂下了二級木跟二級田 好 屬於開農的一個局勢 那哥德這邊有個小失誤喔 哇二級木居然沒有點 藏城堡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點二級木喔 二級工兵跟二級馬卡 這些東西都是要必點的 好馬卡也不一定喔 馬卡也可能可以先出個六七八隻馬 之後再出二級馬卡 那這邊 護衛技出點了 完全是打個強軍事 經濟上來說並沒有特別優 好那這邊 有大量的戳戳 加上哥德護衛隊 唉唷這個踢地板有踢到 好那踢到一下也差不多了 直接來再繼續炸 好這裡有個女村民 被抓包 直接被哥德護衛隊無產 啊三刀倒地 對後面頂了三下 受不了了 好下面這邊硬砍 應該是沒問題 哥德護衛隊加戳戳的數量還行 欸再升一滴 再打一下 OK 捅爛 好那這邊捅爛之後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吧 看起來是穩穩的 妥妥的 穩之溢出 好日本這邊工程機造手 轉出了一些奴炮 這個奴炮是想要針對對手的步兵 但 我覺得效果應該蠻差強人意的 因為這個奴炮量不夠多的話 還是容易被 就成白癡 而且如果對防衡閃陣的話 步兵也是可以清潔 點掉這些大量的奴兵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日本 應該還算是有點優勢了 都要點上帝王時代了 唉唷但是這邊已經點了 無政府狀態 哥德 那這邊均嶺就可以產生 哥德護衛隊了 二級目二級前 到了遊戲時間 35分的時候才點下 日本同一時間點下了 一級挖石跟手推車 還有帝王時代 日本這邊經濟會跳得很誇張 4TC開農 經濟非常好 連衝車都蓋了 然後日本這邊 一級的靈甲 步兵防禦也點下了 看這邊是要打步兵了 會不會出日本武士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日本武士在出了耶 開始在點囉 日本武士差一點 護衛技術得點了 日本武士大戰哥的護衛隊 哇這場有的看了 哇靠這個炸藥桶 哇 哇 哇 直接開洞 怎麼辦 怎麼辦 炸藥桶兩顆 直接 光臨光臨買洞 再繼續回 繼續回 我要再賭路 但是賭得起來嗎 這裡還有個動 這個大學可能會被拆得很快喔 好下面這邊衝車跟奴炮都沒有在動 這邊賭戰場是這裡 大學這邊完全兇不起來 完全擋不住 歌德護衛隊的逆襲直接淹了過來 日本在家裡馬上蓋下了一座城堡 這邊日本要打日本武士的話 可能要大量石頭 在這邊石頭後面有在挖海襲 那有一些日本武士會來救一下 在這邊日本武士的數量實在太少了 有點困難 五隻想要擋住日本的 可是日本啊 歌德護衛隊加上戳戳的一個不兵爆 是很困難的 這邊有二十 這裡的步兵是打八折 很便宜的那種 好來看一下這邊 日本武士出來 硬尻尻的畫面 哇靠! 歌德護衛隊四刀就死了 哇! 全部塞在這裡 但是打這個戳戳 效果並沒有那麼好 因為這個戳戳並不是特殊寶兵 原來日本武士打寶兵會有外傷害 但是戳戳並不是寶兵的關係 所以這邊打戳戳 還沒有像歌德護衛隊那麼惹 哇! 但是家裡有很多高 大量的歌德護衛隊進來 直接把日本打到 頭破血流 然後家裡有些日本武士 被放在城堡裡 哇!那正面這邊 五隻 六隻日本武士 來打這邊 戳戳好像戳戳有餘欸 哇!很強! 這些日本武士 KD值極高 哇! 而且下面這邊 歌德護衛隊跟戳戳也殺了蠻多的村民的 哇!互相傷害嗎? 沒有 這個沒有互相傷害 這邊巨頭在偷拆 然後出了日本武士 在這邊防守 避免巨頭被拆 但是正面來說的話 正面家裡還是有蠻多的歌德護衛隊 在甩走去 還有村民 村民在左邊這邊想要蓋城堡 但是日本武士A的過來 像日本武士有二防 但是只有零攻 而且還沒有精銳 像日本的經濟非常吃緊 32年前 好!日本武士 這邊只剩下最後的四隻 哇!這四隻正是日本武士的魔凱啊 魔犯嗎?應該是魔犯吧 到最後一刻也沒撤退 直接A到底 但是對面哥德爾 又爆了更大量的步兵過來 好!不留情的 帝王時代都不想上啊 一直在爆 一直在爆 這個肉 這個肉消耗量非常極大 展出了一些常見兵 想要來反擊一下日本的武士 但日本武士能打得贏這些 賤兵們嗎 這邊看到對手在家裡 直接蓋了一個城堡 不能了 先蓋一個巨型頭子機 然後日本武士往後拉 那家裡後面這邊TC絕對不能鬧到 那這邊農田可能要再繼續灑 農田的數量有點少 那村民還是有繼續按的 那看起來經濟來說 不是太大問題 好問題是要怎麼把這個 日本武士的數量給蓄起來 防禦也要找個時間趕快點 防禦沒有的話也是白甲 OK!這邊剩下板甲技術了 那這樣步兵的防禦就升到最高了 接下來日本武士只需要再點攻擊力就完美了 好那家裡越來越多步兵 在日本家裡 那這邊巨頭都能投掉這座城堡 那這邊日本武士都可以長驅直路了 但是右邊這邊哥德爾也繞了一些 劍兵到右邊的TC 但是正面有很大量的波兵已經衝了進來 日本武士想要來救這面巨頭 能救得到嗎 日本武士直接開球 哇靠 為什麼 哥德爾護衛隊直接蒸發了 欸 三刀 欸不對 哥德護衛隊死太快了吧 哇 兩刀 哇 好猛 日本武士切哥德 根本在切菜 太慘了 哥德爾護衛隊真的是太慘 日本武士好狂啊 好但是這邊正面看起來城堡也掉了也沒什麼問題 那這邊日本武士過來拆這邊的村民 直接來幫他們刀聊一下 有一些村民覺得太舒服就躺在地上了 舒服到不能動了 高速刀流法 咻咻咻咻咻 攻速加上3%有刀流技術 來看一下這邊正面硬砍 好開始包夾 包起來打日本武士打的一脈 哇 日本武士攻擊速太快了 直接把對面的步兵砍成白癡 哇靠 哇 太狠了 好 正面也在開戰 哇 這邊日本武士數量非常少 但是居然 正力差打贏了 哇 我的天 剩下幾隻日本武士 直接砍翻對手 哇 兩邊步兵大戰 下面這邊也在打 兩邊都在打 這邊的日本武士 十幾隻日本武士 剩下少量的數量 這邊的日本武士量還是有的 上面的日本武士繼續續起來 而且這邊已經要點下了二級攻 正兵就要點下了 任武士在這邊 還繼續在這邊支持著下面的進攻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那家裡的進攻 似乎已經被日本解掉了 因為家裡被打的關係 哥德不得不把前線的兵 送到家裡去防守 因為城堡也掉了 那這邊家裡的日本武士 遇到越多 是不是要逆轉啊 哇 要翻盤了耶 哇 這個日本武士真的太強了 你看這個 哥德會對掉血速度有多快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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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四刀死一隻喔 欸不是欸 三刀欸 三刀死一隻哥德會對 噢的天 真的是三刀集結束啊 好 我們散步 日本的影片裡面有看 的標題就是 日本武士三刀集結束 完全名副起死啊 哇 看這個哥德會對 真的是 跟他切菜 太痛了 哇 日本點下了精銳日本武士 還有這個三級攻 哇 這場 這場很精彩 哇 這邊 這邊敲 很快 伸到精銳之後 好痛啊 哇 哇 這個血掉的速度 根本是蒸發欸 好 那身為精銳日本武士的 數值是12加2 那這邊 哥德中武生 到帝王時代 開始生雙手劍兵的一個升級 好 在一部出個劍勇的話 這個日本武士實在太難打了 好 趕快 趕快 28隻日本武士在家裡 那左邊有繞了一些日本武士 但是也在從左邊出來突襲 看這邊繞了幾隻 日本武士想要來殺這邊拖阿的村民 好 家裡有很多日本武士 在哥德家裡已經在開始遊蕩了 哇 這邊收村快很慘啊 因為這邊已經人滿為患了 這邊村民來踢一下 只是等著被砍而已啊 這個是等著被戒錯的意思嗎 哇 這個二刀流 日本武士真的太狂了 哇 這一把看得很舒服阿 到處都有日本武士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日本武士的KD值 到底有多誇張 好 那稍微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選擇 那經濟選擇來說 兩邊好像都差不多 升級都是滿標準的 但是哥德這邊 並沒有點下手推車 變成手推車孤兒了 所以經濟上 上了城堡有點慘 沒有太多的經濟 可以去爆更大量的 哥德骨灰隊 那反倒是日本這邊 手推車在帝王時代 升級好之前就點了 點完帝王時代之後 馬上就按這個手推車 這算是一個很標準的 升手推車的一個方式 先點帝王之後 馬上就點下 那這邊經濟一好起來之後 科技就可以一直慢慢補上 一級防 二級防 護衛 一級攻 三級防 二級攻 還有真兵跟精銳 日本武士 然後再來就是 古風乳 那這邊攻擊就全滿了 反觀這邊經濟 二級木跟二級田 點的時機有點怪怪的 這邊有點可能是 前期被壓的關係 必不得已沒辦法點 這是能理解 但有點太晚點了 在進攻前的時候 才開始點下經濟科技 相對來說有點慢 但你爆這些兵的話 那兵的量可能就會少一點 那我覺得也算是 日本手的不錯的關係 不然剛剛是有可能 一發就直接讓日本倒了 但日本防守來說 日本武士扛的正面效果還不錯 那經濟來說 目前是哥德爾有一個優勢在了 因為他TC開得比較早 那食物的話也有一點點 多一點 多3000而已 但中天來說 並沒有贏太多 石頭的話也是 日本挖的比較多一點 多挖的快2000 來看一下日本武士的KD值吧 日本武士的KD值 我看一下 KD值要怎麼看 很難看 很難看 奇怪 我的KD值也不見耶 好奇怪喔 KD值應該是蠻高的 我的KD值怎麼不見了 怪怪的 在幹嘛 看起來不是 這邊是科技升級 KD值不能用這個來看嗎 好吧 那如果知道 有人知道怎麼看KD值的觀眾 請在下面留言給我 再來研究一下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